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是第六课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啊 增加分割线 什么意思 在这个HTML里面吧 有这么一个HR的标记啊 它是在这个网页上画一条线 那么在Markdown里面该怎么做呢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好 我看一下今天的知识啊 为文章增加一个分割线 怎么增加 大家请看啊 我下面给出了这个四个写法啊 请注意 这四个写法都能够生成分割线 好 怎么写啊 咱试试啊 同时 今天另外一个注意点就是说 分割线与HR的区别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以前我给您讲过这个标题 小标题的时候 讲过啊 H1是三个等于号 H2呢 是三个减号 可是不幸的是 不幸的是啊 分割线呢 也是三个减号 一会咱们看看和H2有什么区别啊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实战演习啊 OK 我先把我这个画面运行起来啊 然后是MD 然后调试模式 起来之后 首先我先把这三个自然段烤过去 对吧 这看到三个P啊 我把它打开 咱们看一下啊 生成的tag 分别是 我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三个P嘛 P1 P2 P3 对吧 比如说 我在P1跟P2之间 当然我这没有一二了 在这前两个P之间 咱们加一条分割线该怎么做 注意看 分割线 咱们用这个三个减号 对吧 咱们用第一个试试啊 我在这个地方 注意看啊 一 二 三 大家请看 先看右面 右面是不是多了一个分割线 网线中打了一条横线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生成的html 大家请看 多了一个这个H2的标记 说明什么 说明他把我这三个减号渲染为一个H2的标记 然后显示出来就是一个H2的分割线 对不对 接下来 咱们还有几种其他写法啊 我看啊 比如说三个警号 试试啊 一 二 三 大家请看 这又多了一个分割线 是吧 这分割线我放到这个中发白下面去吧 好 试试啊 在这个中发白之前 有两个分割线 一个是三个减号 一个是三个星号 都通通表示一个分割线啊 没问题吧 接下来 还有两种写法 这个是什么 大家注意看 这可不是减号啊 这是三个下划线 咱们试试啊 三个下划线 我看我键盘能敲出来吗 误会 还敲不来 稍等 我试试 因为我这个输法啊 出来了 大家请看 三个下划线之后 大家看中发白下面是不是又多了一个H2 然后咱们看这个生成的标记 增加H2没问题吧 这表示一个分割线啊 再接下来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咱们第一种写法呢 是三个减号 对不对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是什么 是三个减号 中间还带空格 试试啊 试试 看行不行啊 一 空格 二 空格 三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说明什么吧 说明三个减号 我不加空格也行 我加空格也行 这两种写法啊 效果呢 是完全的一样 都生成一个H2的Tag 对不对 OK 接下来说到这个H2的问题了 H2 H2有什么问题 H2的小标记呢 也是三个减号 咱们试试一下啊 比如说 我这画面上有一行自然段 叫做麻将才是世界第一运动啊 可以吧 打麻将人最多嘛 你说他能 连这个王子荣耀都是电竞项目 你说麻将能不适吗 大家请看啊 我这敲这个麻将 对吧 这是麻将是第一运动 没有问题 然后下面生成了一个P 麻将才是第一 世界第一运动 没问题吧 然后我在下面 如果敲分格线的话 如果是三个减号 注意看 大家请看 他这边变成了H2 对不对 这边是加粗显示的 然后咱们看生成的Tag啊 看这地方 H2 没错嘛 因为以前我跟您说过三个等于号 哎 我等于号在哪 是H1 咱们看一下啊 这地方是吧 生成了H1 三个减号是H2 这是没错的 以前跟您说过嘛 对不对 那么 三个减号它同时还是分格线 怎么和H2区分呢 非常简单啊 在这个地方咱们加一个空行 就区分开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出来现在出现了一个分格线 对不对 然后在H2 不是在H2 在这个麻将才是第一 世界第一运动之下 大家请看 多了一个H2 对不对 这样来区分 也就是说 咱们呢 在画面上画分格线的时候呢 有着四路写法 但是 三个减号的这种写法 一定要注意和H2区分开 就可以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所有内容 咱们呢 在网页上又画了一条分格线 应该不是很难吧 呃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ku 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个参照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